在30系发布两年之后 NVIDIA 终于在上个月带来了4090 还有408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开始了4090的性能测试工作 因为具体的性能要等到11号才能解禁 所以我今天就先来聊一下40系显卡的架构和技术 包括新的i的架构到底有哪些变化 DLSS3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我对于40系显卡整个产品线的看法 让我们先从架构开始 40系的i的架构其实并不像是上代的安培架构 或者是上代的图灵架构那样 是脱胎换骨式的大改 而是在整体结构变化不大的前提下进行优化 与此同时它还从推出时就已经不算先进的三星8nm工艺 直接跳到了目前最先进的台积电4N英伟达定制工艺 这个工艺的进步幅度有多夸张呢? 简单来说工艺的差别堪比是苹果的A16和A11 从实际密度来说 AD102拥有763亿晶体管 但是核心面积居然比只有283亿晶体管的GA102还要小 这个就意味着它的实际密度大约提升了2.8倍 老黄啊 你是终于肯下本钱用先进工艺造GPU了 这个带来了更大的规格 更高的频率 另外最关键的是 这也会带来能耗笔的显出上升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代显卡很有可能在笔记本上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我觉得以桌面端这个阉割幅度来看 再次出现笔记本和台式机GPU用近似规格的情况 应该也是有很大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比起主流的台式机平台 你大可以期待一下40G的笔记本GPU 应该会有不小的提升啊 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不从价格角度来看 我其实有点想起了几年前的实际 也就是帕斯卡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说Adder架构本身的特性 和30G的安排架构一样 它完整的核心由一个个GPC组成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GPU内部的核心 来到GPC内部 每个GPC内包含着12个SM 这个是流处理器组成的小单元 4090使用的AD102核心 一共有12个GPC 共144组SM 比GA102的7个GPC共84组SM的规格高出了不少 但4090只开启了其中的128组 这个阉割幅度在历代 基本上就是首发的大核心里阉割幅度最大的 第一档的AD103也就是4080 16G所使用的核心 使用了和3090Ti上的GA102一样的84组SM 7个GPC的设计 然而 这个4080 16G也不是完整核心 只有内含60组SM5个GPC的AD104 它的完整核心是在首发阵容当中的 它叫做4080 12G 但你别忘了上一代的GA104 它完整核心可是叫3070Ti啊 但是毕竟英伟达也有着像2080 1080这种104完整核心叫80的传统嘛 所以吐槽归吐槽 性能上盖过上一代旗舰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 具体架构上一个SM内部有128个FP32处理单元 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CUDA核心 而这些FP32单元里面又有一半是可以这些INT32指令的 这一点也是从安培架构新引入的特性 除了这些CUDA核心以外 每一个SM里还集成四个Tensor Core和一个光追单元 没错 这些比例看起来都和安培架构一样 那它们的区别在哪呢? 第一个差别是新的光追单元 这次的光追单元内部引入了两个新的处理单元 第一个是Opacity MicroMap Engine 你可以翻译成不透明度微映射引擎 好像听起来非常复杂对不对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帮着色器提取一次透明度信息 那这样一来呢 本来那些不透明或者说透明的地方 就不用再去费功夫 去单独计算光线透射或反射的效果了 这样就显著的减轻了着色器的压力 提升了效率 另一个是Display MicroMesh Engine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微网格置换引擎 那它又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就要提到一个概念了 就是BVH 便利 如果光追我们要硬算的话 我们就需要对画面里的每个构建物体的三角形进行相交检测 但是物体一般又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说每一个射线都对每一个物体的每一个三角形进行相交检测 那就是再强的算力也会给你吃干魔镜的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引入所谓的包围盒 这个也就是BVH里的所谓BV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通过一个盒子把物体包围起来 射线和三角形求交之前会先和这个盒子进行求交 那你想啊 如果光线都碰不到这个盒子 那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费功夫 去对这个物体上的三角形进行求交了 很显然BVH是一种提升光追效率的手段 但构建BVH的过程其实非常吃资源 因为大家通过推出MicroMesh这样一个基本单元来简化整个工作 那一些凹凸不平的精细化物体表面 如果用最基本的三角形来表现 就会用到海量的三角形 在进行三角形求交之前 即使建立BVH也是非常庞大的数据 而新的这个Display的MicroMesh引擎 可以将复杂的物体表面用更少的三角形表达 同时存储位移和透明度信息 以保证模型的精细度 这个操作就解决了上述的问题 它可以把构建BVH的速度提高10倍 然后把这个构建过程中的显存消耗降低20倍 这样就很明显了 新的光追单元的重点 就在于进一步提升光追效率 而除了光追单元的硬件改进以外 随着RTX40系列发布 英伟达还带来了一个新东西 叫做SER 也就是着色器执行重排序 GPU是一个高度并行化的硬件 它最擅长做的是大量重复的工作 但在光追效果越来越厉害的现在 因为不同材质的反射效果也不一样嘛 所以你会处理大量乱七八糟的指令 而SER的作用就是将这些指令 重组 排序 在同一个时钟周期里面 去执行相近的指令 来提高执行效率 虽然SER只需要游戏集成代码即可完成支持 而不需要专门的加速硬件 但是因为指令重排序需要动态占用大量的缓存空间 因此目前只有拥有大量缓存的ADD架构40系显卡支持 而且运行效率比较高 30系和之前的架构目前还不支持 除了每个SM单元内对光追单元进行的改进以外 在更宏观的GPC与GPC之间的层级上 ADD架构还带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缓存 还记得去年AMD在RDNA2上引入的无线缓存吗? 没错 128Mbps的无线缓存让仅仅配备256VGDDR6显存 总带宽只有3090一半的6900XT 也得到了和3090一战的实力 今年英伟达也借鉴了这种思路 他们把AD102核心的二级缓存做到了96Mbps 比起J102的6Mbps大了整整16倍 而且英伟达这个缓存实际上是二级缓存 而RDNA2的无线缓存更类似于三级缓存 所以40G的大缓存也会明显更快 疗效也自然会更好 毕竟4090的显存带宽相较于3090Ti 只能说是原地踏步了 你毕竟GDDR6X还是GDDR6X 这也算是在显存瓶颈的情况下另辟蹊径的做法吧 对了 我觉得这个操作 隔壁的5800X3D肯定也很熟悉 你说对吧 不过因为4090的阉割幅度太大 所以实际上4090的二级缓存只有72Mbps 因为它其实和SM单元是绑定的 只能说这次老黄给未来的4090Ti 还是留出了相当足够的空间 只希望隔壁接下来推出的新品能赶紧把这张完整版的AD102逼出来吧 当然除了这些改进以外 AD10核心里的Tensor Core也变得更强了 12G显存以上的卡里 NVENC硬件编码单元也加倍了 也新增支持了AV1硬件编码和双编码器支持 结合30系就已经发布的AV1硬件解码 已经能够实现AV1格视频的编码全流程了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也变强了 就是OFV光流加速引擎 聪明的同学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猜到了 这个东西其实和DLSS3有关 这个东西其实在30系里面就存在 但是40系的光流加速单元性能翻了一倍还多 这个实际上是DLSS3能够补帧的硬件基础之一 说到DLSS3 我认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 这几年补帧这项技术用在了各种各样的地方 小到让坤坤跳舞坑加顺畅 大到集成到电视里进入千家万户 但是要说到把它用在游戏上 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创新 其实我们能够看出来 英伟达其实为了做这件事情前期铺了不少路 首先是前两代DLSS解决了画质和帧率提升的问题 关于前代的DLSS我们也专门有科普去讲过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出这里下去看一下 另一项的关键技术其实是用来降低系统延迟的NVIDIA Reflex 首先要明确一点 只要涉及补帧一定会引入新的延迟 因为补帧的本质实际上是计算 它要通过前后帧之间的关系来计算出两帧之间的时间里应该得到怎样的画面 这个也是传统意义上补帧技术很难应用在游戏里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 传统的补帧技术哪怕是实施补帧 延迟也是数百毫秒的程度 这种延迟你就不要说玩游戏了 你想音话同步都很困难 要想尽可能降低延迟就需要尽可能算得够快 DLSS3会利用到300T Ops的光流加速单元来进行补帧 而同时也会通过游戏引擎中的运动矢量信息 预测插帧中物体运动方向以及产生的画面变化 尽可能降低延迟 同时保证插帧渲染的准确性 但同时它也一样会占用一部分的CUDA和Tensor Core算力 可以说如果GPU本身算力不足的情况下 DLSS3甚至可能会杀敌1000自损300 所以这就要说到DLSS3更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了 就是绕开CPU瓶颈 有些游戏因为CPU的瓶颈实际上是根本跑不满GPU占用率的 比如说像微软模拟飞行这种游戏 你很可能只能跑到40-50帧 但是GPU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源是空载的 这个时候DLSS3的补帧功能就可以帮上榜 这种CPU瓶颈的场合补帧效率是最高的 这个才是DLSS3最有用武之力的地方 另一方面DLSS3是和英伟达Reflex绑定的 所以说延迟的此消彼长可以尽可能降低补帧帧来的更高延迟 不过说到底 只要补帧就一定会引入延迟 从原理上来说 帧数越低 补帧所造成的延迟也相应就越大 明天的详细评测里我们也会聊到 这个技术实际上更适合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帧数提升到更高的帧数 而不是从一个不可用的帧数提升到一个勉强可用的帧数 这个和以前的DLSS2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后续的首发测评当中 也会对DLSS3引入的延迟和画面质量上的表现 进行深入的实测 看看它到底是噱头还是黑魔法 那么从技术层面简单归纳一下RTX40系显卡的特性吧 先进了好几代的工艺 整体变化不算很大的架构 超级高的频率和光追效率上的进一步改进 让它的性能上限有着可以预期的大幅度提高 但是初期产品线除了4090以外的两款产品阉割幅度都相当大 再考虑到价格因素 我觉得初期的RTX40系显卡 更多是面向有钱的发烧友 而非主流玩家 当然 DLSS3带来的技术路径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但是具体表现如何 我们还是要通过实际测试的结果来说话 所以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一解禁就会放出完整的性能评测视频 来看看两年模一件的RTX4090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 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来个素质三连 那么就到这里期待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欢迎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